高雄市有名毒販因为担心仇家找上门 就异想天开的将防身用的手枪 藏在了这个新生儿的育儿带内 不过仍然是被警方试破搜出 而另外呢 在凤山火车站的计程车排班司机 则是为了怕地下钱庄来讨债 连开车都带着手枪 但是也被警方给搜了出来 警方锁定在凤山火车站排班 绰号阿喜的计程车司机 因为有名众报案 这名司机持有改造过的枪械 常常会长占地盘 才看出来没多久就被拦下 警方在他车上东找西找 就是没找到枪械 但在司机的住家 警方就查获到一把改造手枪和六粒子弹 当场让这名司机是百口莫辩 他之所以会涌枪自重 是因为他平日有极限地下钱庄的一个债务 持有枪械的张信嫌犯 因为向地下钱庄借钱已经负债一百多万 虽然表示持枪是要来防身 但协伴经常以自己有枪来强占地盘 丝毫不把排班处附近的刑警大队和派出所放在眼里 真的有够夸张 他现在床头柜 而同样也是发现在高雄 警方也在一名王姓男子的家中 搜到一把改造式的手枪和一把空气枪 而且还藏在高雄市政府送的运营带里面 王姓男子和妻子离婚后自己扶摇两名小孩 警方借货献报 发现嫌犯会在男子区贩卖毒品 最期当天还发现有毒虫正在门外等着要买毒 盘查毒虫身份后顺势进入屋内 当场是人赃去货 而嫌犯被抓的同时 还是两名小孩子放学的时间 远警还充当保姆接小孩子下课 让嫌犯是相当惭愧 但也已经后悔莫及